你現在收聽的是 我得是不是什麼 我得 少年兄 我是少年季宜蘭 我是少年兄 7號 欸 7號 我們今天有約到一個很大咖的 哇 這個太大咖了 這個連鄭弘怡先生都沒有約到喔 耶 鼓掌 弘怡哥我們比你早約到了 真的 挑戰弘怡哥 怎麼樣 怎麼樣 弘怡哥 趕快邀我們上節目 我們很有影響力 欸 沒錯 對啊 我們都比你早約到喔 今天邀請到的社是誰呢 社民黨 喔 之前社民黨就是剛創黨嘛 第三勢力 是是是他召集言是范雲老師吧 欸 對對對 那他就是這個 其實我們會請他來感覺 他是最近緋聞纏身的 也不是緋聞啦 沒有 新聞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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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都是聊最當紅的 欸 沒錯 對 最夯的議題 所以就是聽我們報道少年那樣 是是是 那我們來歡迎社民黨的參選人 彥榮 耶 拍吧拍吧 來 彥榮跟大家 大家早呼 各位聽的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社會的民主黨的 郝酸林 李彥榮 李彥榮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欸 彥榮 這個 可能有些聽眾朋友 還不太認識你 可以先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李彥榮 那我是一個女的 那聽誰給聽得出來 對 那我目前的工作是一個律師 那我跟兩個很好的律師朋友 我們都是女孩子 我們三個人共同開了一個律師事務所 主要接的案件呢 都是大概跟父女 還有家庭 小朋友有關的家事案件 那我現在同時也是 父女薪資基金會的常務董事 這樣子 所以其實跟整個就是說 這個女權運動 婦女運動其實很有關係 其實講男聽點是靠女人吃飯 不是 對 就是 那些怪怪 那些怪怪 那就是說 我們就是很關心婦女 還有性別相關的議題 對 因為我們覺得說 因為女生是占人口的一半嘛 對不 那就是說家裡面 你一定都會有媽媽 或是有女兒 有 姐妹 姐妹 啊 女兒子開心 你女兒也會開心 所以就是說 大家一起來為女性的 這句話怎麼會說啊 大家一起來為女性的權益來努力 對 謝謝 所以你根源這個議題 其實應該也滿長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了 我從大學的時候 其實 應該說高中大學之後 就一直有在關注 女性跟性別方面的議題 不過真正的比較有 就像說一個運動投入的身份去做 大概是我從國外念書回來 加入婦女薪資之後 那種其實看起來很年輕齁 其實也沒有啦 只是看起來而已 化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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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1980年 1980年 1979年 1979年 還可以搭上六年級的後段 就是 六年級的第九半這樣 也不錯 哇那1980出生 民國69年 處理 是是是 那也是滿年輕的 欸 年輕 年輕嘛 對不對 剛才你四婚年齡 欸 死啊 你自己主打女性婦女議題 你沒有帶頭衝一下 你有沒有生個 生個幾個一打兩打這樣 對啊 真可惜我現在養沒孩子 但是就是養 沒孩子才有困難來參選嘛 對不對 沒孩子都困難來參選 是啊 沒有家裡 但是說實在 其實我也滿想要生個小孩 但是你看 其實像我們律師工作 其實真的很忙 常常就做到 七點下半都算是早的 那就是說 而且早上其實也都差不多九點多就開始 那我也會擔心 而且說真的我媽媽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她不可能幫我帶小孩 那說真的我也覺得 媽媽我們家已經三個小朋友了 她一直在帶小孩 她其實也滿累的 所以我也不希望就是說 爸爸媽媽這邊幫我們 或是公公婆幫我們 需要分擔啊 對 需要分擔 那或是說去稍微放鬆一下 還要這樣插孫 其實說真的對爸爸媽媽 真的很累 所以社民黨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讓 年輕父母的這些擔憂 可以減少 就是我們希望去推公共化的社區照顧 公共化的一些托育的照顧的一些資源 就是把一些 就是包括保母的這個制度 然後建立 就是保母的一些制度建立起來 把它修得更好 還有就是說一些社區化 社區公共化普及性高的 這些照顧的一些措施 讓爸爸媽媽在工作的時候 可以放心的把小孩交給這些 怎麼講就有品質的一些 公共的一些資源 拖因政策這樣 沒有錯 整體的一個拖因政策 等於是用公共的力量來一起協助 對 就是讓社區這樣一起進來 如果其實我們很高興看到一些年輕人 而且其實 出來參選 過去很關注社會議題的年輕人 對啊對啊 對啊 這次感覺真的有改變政治 那是不是可以先談一下 你為什麼這次要出來參選 因為應該這次出來參選 其實最主要的想法是覺得說 因為其實我在加入婦女薪資之後 那還有就是說 以律師身分其實有關注蠻多 性別方面的議題 包括是說一些 跟托育有關的政策啦 長期照顧的政策啦 那或是說 講同志婚姻的這個部分 那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外面 這樣化得很大聲的 但裡面的人不要聽就是不要聽 對 所以就想說 一定要閉起 把那個管理拿到 然後去改變 再有可能去改變 體制內的改革 是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政治其實就是要去改變 然後而且是改變最有效率 跟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大家都說 政治很垃圾啊 對不對 黑暗啊 黑暗的世界 對不對啊 像你這些好好的女兒 為什麼要去選 但是黑暗也是要 為黑暗去走啊 沒有 你要是不要去走 就是沒有人去做嘛 要是感覺是對的事情 我們就勇敢去做 但是其實 燕榮還最近很爭議的一個事情啦 大家也是一直會 很像萬箭穿心這樣 最近新聞也在討論 很熱潮很多 其實燕榮他的爸爸 因為燕榮他是社會民主黨嘛 社會民主黨 特別是比較左派的這個 關心弱勢 關懷弱勢 沒想到 燕榮竟然還自己講說是人生勝利主 你覺得很邪的 還講自己是人生勝利主 對啊 所以外界對於爸爸這方面的批評 你自己怎麼看 爸爸的批評 應該還沒有講說 要介紹一下爸爸是誰 喔 就是那個 明姬啦 明姬友達 友達啦 明姬友達的老闆啦 哇 真的是人生勝利主 人生勝利主 自己去Google啦 BankQ啦 BankQ BankQ 是 是 是 那燕榮好像也不避諱談這個事情 因為 應該是說其實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決定參選的時候 我自己也知道會 可能會成為一個爭議的點 因為畢竟社會民主黨 欸 小心發言喔 我想多鼓民在聽喔 哈哈哈哈 因為小圍兵主動 就是我們比較是說 呃 比較會希望你照顧弱勢 照顧勞動的階級 照顧受 就是受顧者 上班族的這個想法出發 那有時候 嗯 如果我們去顧到上班族的利益的話 可能就會跟資方站在一個對立面 是 啊 我們爸爸主要是說 他那些集團裡面也請很多人嘛 是 那所以就是說 呃 很多人會 對於我這個身份會擔心說 那我是不是挺得住 對 就比如說我們爸爸對我講 啊 你應該怎樣怎樣 我就真的聽我老爸的話 是 然後就把黨的理念放在一邊 但是現在我在這裡 先行動跟各位說是 不可能的事情 喔 不可能 因為我要來參選的這個決定 其實我們爸爸 他很犯罪的 但是就是說 他怎麼跟我說都不可能 其實我沒有問他的意見 喔 你自己決定了 之前沒有問的意見 但是我先決定了 決定了再跟他說 我要來算啦 然後我爸就念念念念念念 然後可是他也知道 沒辦法改變我的決定 從小到大我做 任何的跟人生很重要的 對 就是不笑 不笑你 就是不笑你 就是不聽老爸老媽的話 就比如說我那時候 決定我要念法律的時候 我爸也不希望我念法律 然後我那時候要去幹嘛 反正我爸對我做很多決定 那你去法國還念人權欸 對啊 我那時候人權 對啊沒錯啊 就是主要是跟念跟 婚姻移民有關的人權 也是跟女性也有關係啦 所以就是說我一直的 興趣都在這邊 那其實老爸這邊 就是說作為他 作為我的爸爸 我想某種程度上 他還是 你知道就是很矛盾的情緒 你們兄弟姊妹是排擠 我是老大 我一個妹妹跟弟弟 老大就這麼不會滾 哈哈哈哈 老大都不會滾啊 對 常常也都是這樣 對啊 常常都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 那你知道爸爸為什麼反對嗎 反對是說他覺得 因為台灣的政治文化 像是宜蘭都在說的嘛 就說因為政治 很黑暗的 也很黑暗的 你如果說全部被傳算了 一定你所有家裡的事情 祖宗八代都會被 都會被掀出來嘛 那我爸就覺得說 可能家裡面的人會受到影響啊 那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爸畢竟他是一個公眾 算是某種程度上算公眾人物啦 那就是說 他會覺得說他這邊也會受到一些影響這樣子 主要是這個部分 欸彥總其實喔 大家也質疑一件事情啊 啊你爸爸對不對 大集團老闆對不對 啊跟連聖文差不多啊對不對 跟連聖文一樣啊 權貴嘛 就權貴啊 有人這樣罵嘛對不對 是啊 是啊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 你說把它比喻成說 啊你們都罵連聖文都不罵李彥總 我覺得這個類比是一種所謂的不倫類比 怎麼說 對啊你看 呃你罵連聖文權貴好了 就是他權貴他確實是權貴沒有錯嘛 顯而易見對不對 他爸爸連戰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 你去講他權貴的東西 其實是背後有一些脈絡 比如說你家那些錢 公務員 對明明公務員 怎麼可以搞得這麼有錢呢 然後加上國民黨的問題對不對 然後你講連聖文好了 我們講連聖文 他當然出生也不是連戰他自己選的嘛對不對 但重點是要看你做了些什麼 是 欸空降 對啊 空降間單位嘛對不對 然後你在從事些政治活動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那都是你家資源吧對不對 是啊 是啊 人賣跟背景 你被人家打權貴這東西真是無可厚非啦 而且就是講我們罵人家說仇富 可是其實不是罵他仇富啊 是罵他為父不倫那種感覺 嗯哼哼 對不對 啊彥榮你怎麼回答欸 我 我的想法是說齁 因為貴起我主要是做一些婦女跟性別運動啦 可能就是能見度上面還是稍微低一點 那大家可能不認識我 那這次大家會知道我這個人存在 可能有很多朋友是因為我爸爸的關係 注意到我這個存在 那我想說其實現在說 也不需要說那麼多啦 那就請大家就是觀察一下 那我接下來選戰期間我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會做什麼事情 端出什麼樣的政策 那請大家就一起來檢視我 檢驗我 監督我 那1月16號做一個決定這樣子 也是啦 你之前彥榮有上過街頭嗎 有從事一些社會運動的時候 對啊 啊林聖龍剛好上街頭啊 哈哈哈哈 你有問過什麼事情上街頭嗎 哈哈 也是啦應該是說 呃彥榮可能過去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可能大家不知道 嗯 那我們也就不要提了 齁這個講了好像就是在 又在講過去的什麼英勇之類 但是應該是說 彥榮他這次出來選 剛剛好有個機會 我們就來檢視嘛 沒錯啊 對我們就來檢視說 彥榮之後做了什麼 你就來看他到底是不是權貴 一言一行啦這樣子 嘿嘿嘿 啊也有一些人質疑說 那這個 矛頭就指向社民黨 對社民黨不了解 說啊社民黨是不是共產黨啊 對不對 你是不是想要對我們資產階級 對不對 啊你 對啊你化到這麼大聲的 什麼勞動 對不對 勞動條件什麼 無產階級站起來 無產階級站起來 不是你是不是共產黨 你說出來 我不是共產黨啦 我是共產黨 我們現在共產黨 共產黨要把台灣 衷告言論自由 沒有言論自由 因為共產黨 今天不在這裡啦 我不是共產黨 可是好像台灣 真的還有共產黨 是是是 好像有個台灣共產黨 他們好像 不知道我們在活動 就是有在內政部的 所有的政黨的那個 所以你們就是 絕對不是共產黨 我們不是共產黨 對 但有社會主義傾向嗎 有社會 應該說我們的理想是說 就是比較有財富或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人 應該是要照顧比較弱勢的人 那就說讓整個社會 這個貧富的差距可以縮小 大家才會比較開心 因為目前大家看到台灣其實 就M型社會嘛 就是拼著 金字塔兩端 對啊 就拼著欲越貧 負責越負 其實這樣會製造衝突啦 是 那就說對於整個社會 當然大家和諧 快樂的生活 其實不會有好的影響 其實這樣看來講 其實才是中產階級的救星 是好的 是中產階級的救星 但就是說 應該是說整個弱勢不能發生的 其實有時候也是要靠 這樣子的政黨 來替大家說話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比如說柯P也是經常在打財團啊 我們很多這種事情 所以可能彥隆他 爸爸雖然是那個 這個集團的黨宿女 但是其實他自己的理念 跟爸爸其實就是說 終極關懷 其實可能是不大一樣的 其實我應該說 我爸爸他其實也算是 就是我跟 我爸爸跟我媽媽 其實他們也都是很關懷 台灣的這塊土地啦 就比如說他們有時候 公司也會辦一些什麼 擦秧啊 擦到 重道啊 或是說去控油之類的活動 就是會跟在地有些連結啊 所以就是說 他說其實 他做他的頭路 我做我的頭路 我說大家有給大家的憲勢 對不對 就不要互相影響 互相尊重 那有可能啦 他那個之前 那個新聞就講說 有排放廢水的事情啊 對啊 對不對 那你停得住嗎 自己爸爸的公司 那排放廢水的業態 就我的理解 他現在好像 就是後來政府 有去要求他們做廢水回收 所以消理事的部分 其實已經出力了 就是說好像他們有個時間表吧 好像到年底之內 就可以做到廢水百分之百的回收處理 我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東西 以後不要就純粹是個個案 就是健康的政策的這個方便 以後針對高污染的產業 那種要有一個詳細的 就是包括是事前 要射廠之前 要那個環評的部分就要做得很嚴格 然後去考慮到在地居民的權益 然後就說其他後續的進場之後 包括是說回收的一些廢水怎麼去處理啊 然後廢氣怎麼去處理啊 這部分政府的政策都要去詳細的約定 一定要要求廠商做到 真的要百分之百的處理 反正總之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跟高污染跟高科技產業有關的 相關的環評的規範 政府這邊都要更加嚴格的去執行 所以你們進到國會之後 其實對於環境這個東西 你會更注意去打這個東西 我們會這樣去做一些處理啦 制度上的改革 那你在政策 台灣政策的東西 你這次參選 就你自己的一些政策理念是哪些 我們社民黨有一個共同的政見 那社民黨共同政見裡面就包含就是說 勞動權益的提升 我們希望強化工會的力量 第二部分就是說 我們強化一個社會 一個很好的年金跟稅制的改革 去建立一個社會安全網 第三部分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好的誘托的政策 跟長期照顧的政策 因為現在大家不是說 男人沒生的小孩 可必有說什麼國安危機啊什麼什麼的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種生育率低的這件事情 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 建戶沒有一個很好的 幼兒托育的一個政策 還有就是說其他包括是我們一些 希望我們可以 我們的民主可以更多元 更平等 比如說我們去關注到一些原住民啊 性移民啊 還有一些就是性別少數像同志啊 相關的一些權益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政策理念大概是這樣 簡單的講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很多元的啦 蠻多元的 很多元的 那打議題其實還蠻多的欸 是 可以打的議題蠻多的 對啊對啊 那尤其像比如說同志議題的部分 嗯 這個會不會對你們選舉 你們之前有考量過嗎 因為好像 社民黨之前有 而且這次的參選人包括苗博雅 對 旅新潔 對 都是公開出櫃的女同志 是 對啊 對 那 你們應該會受到一些壓力吧 受到一些壓力 目前還沒有感覺到 但是我的感覺是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幫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大規跟周周是一對女同志的伴侶 幫他們打他們的收養的案子 那其實從那個經驗看得出來 其實我覺得同志社群他們會 因為說真的有時候大家是活在黑暗中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出櫃然後有很多壓力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個 非同志族群的人出來 就來想要幫助他們 然後幫他們發聲 其實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感謝 所以說那個 而且就是說他們很需要這樣子 知道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們同志在關注我們的 想法跟權利 不只是同志圈以外的人 他們也是希望 讓他們可以有一樣的權利 所以這樣子的身份跟這樣的做法 其實對他們倆是很 很可以感動是要支持的 所以外主委公 我的感覺是我的支持群眾裡面很多 真的確實是同志朋友 謝謝大家 在這邊如果有同志朋友 在收聽這個節目的話呢 非常謝謝你們的支持 我繼續的努力的 謝謝 繼續要支持 那希望 對那希望就是說其他的也是 非同志的 比如說直同志們 就是說 雖然我們不是同志 但是我們要去感同身受 說人家今天 友善同志 友善有同志 而且感同身受 說人家今天 沒有辦法跟相愛的人結婚 然後沒有辦法照顧自己相愛的 跟自己很有感情連帶的小孩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來 不只是同志 不是只有同志的問題啦 那你有沒有打過一些 比如說婦女的個案很特別的 你印象很深刻的一些 印象很深刻喔 婦女的個案 你說想要怎麼樣是特別的 因為通常我們都做離婚啊 然後孩子的監護權 扶養費比較多 對那比如說你有沒有印象很深刻 害之後你覺得那跟制度 整個制度面很有關係的 喔 性侵害的案子可以談嗎 在這邊 可以啊可以啊 應該說目前台灣的性侵案件 其實是 所謂的公訴罪 就是非告訴乃論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有個婦女 她被性侵害之後 她一旦去 警察局報案 她這個案子就一直要跑下去了 她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撤告 沒有辦法說我不要了 我不要 就是我今天真的壓力好大 因為有時候壓力好大 我要退場 不可能 她就是那個案子 她就一直跑下去 是 啊台灣發如就是 發如意就是很慢的嘛 就是有時候這樣跑完一個案子 可能要一兩年 啊中 其實有時候 你會遇到 就是警察啦 還是檢察官 還是法官 對你台東很不好的 對 不相信你講的 不相信婦女講的話啦 那有時候婦女會覺得 很煎熬 那心情很不好 而且說真的 你想想看 你去打個官司 你都壓力那麼大 對 更況是性侵害案件 我還要一直告訴法官 或檢察官說 我都已經受傷 那我還要去證明我受傷 做筆錄講一次 之後在法院又講好幾次 沒錯啊 所以有時候 自我傷害嘛 對婦女來講 其實她去補案的時候 今天就沒想到說 啊 一後原來就是 我不能夠想要什麼時候退場 就退場 所以有時候 那個身心壓煎熬是很大 那我最近辦了幾件 我覺得我想要把 還是希望以後性侵害案件 可以是 告訴乃倫 起碼讓這個被害人 有權利去決定說 要不要繼續打 我什麼時候 對 我如果真的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 我就退場 我就 我專心的去療傷 然後 就所有的公平正義 可能從另外一個地方去取得 但是不見得是要透過 訴訟的程序 其實應該說 回歸更 個人的一個尊嚴 的一個 是啊 對 個人意願的一個意志的 不過有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說 因為 如果說是改成 非告 改成是告訴乃倫的話 確實就會 那個犯罪的黑訴 就會提告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 碰到這種案子 碰到這種案子的時候 其實很多婦女會覺得 第一個就覺得 人間小啊 就覺得是自己 說他做不對 對不對 一直在怪自己 所以因此這樣 可能就不去告 那告訴乃倫 因為刑法是規定六個月嘛 刑事法規定六個月嘛 那你過六個月你就 就不可能再告了嘛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 也是一個兩難啦 就是我們婦女團體內部 也還在討論這樣子 不過其實看來 應該是 燕榮他其實有很多 因為他實務上的 法律實務上的經驗 還帶到他 認為說 有一些在制度上的改革 有什麼需要改革的地方 這樣子 對啊 那燕榮 其實我覺得 剛才你講台語 還滿流利的 比我跟七號 前面我已經有注意到 七號跟沒關係 我們可以來應聽一下 我們起來台語加強吧 沒有問題 欸大家好 我最流利的已經講完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平常有在練啊 呃 變熊喔 還好我三歲以前 其實進幼稚園以前 是不會講國語的 啊那 因為從小是阿嬤 外婆在帶我嘛 然後就是你知道小時候 就是就是阿嬤 都會跟你講閩南語 所以那時候是不會 進幼稚園的時候 不會講閩南語 然後我從小成長 其實一直到現在 大概在高中之前吧 我如果不講閩南語 我爸爸不跟我講話 阿嬤 他就說一定要跟我講 但你知道要跟我講話 所以我講國語 他就當作沒聽到這樣 耳邊瘋 真的 他有那麼 所以我們家是很奇妙的雙生帶 你爸爸原來是這樣啦 是啊 所以我們家是很奇妙的雙生帶 我跟爸爸會講閩南語 然後我跟媽媽講國語 然後爸爸跟媽媽 彼此之間講閩南語 欸很特別耶 就有時候那個穿插 就覺得還滿微妙的這樣子 是是是 他之後又去法國又講法語 還好啦 所以我覺得蠻感謝我老爸的 就是說 因為其實你知道台巴小子 對不對 天龍人 天龍人 剛剛就說哎呀 就是農民 你都不會講啊 跟徒弟沒有連結啊啥 可是我覺得就這塊 我們家某種程度上 也還滿本土的啦 哈哈哈 欸 不好意思 是 好啦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 我們當然除了是 就是介紹一下社民黨 也介紹彥榮這位候選人之外 其實我們 也跟上次 我們比照辦理 我們還有留 一分鐘的時間 給彥榮打個廣告 來 彥榮 一分鐘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社會民主黨 立委您參選人 李彥榮律師 那我的個人的 最主要的 參選的訴求 是希望說我們年輕人 好 特別是年輕女性 要來改變這個台灣的社會 我們要讓台灣變成一個 更適合年輕人生長的地方 將來我們老了 我們可以跟爸爸媽媽一樣 領退休金 將來我們老了 可以有享受一個好的 高品質的公共四句話的照顧 我們生了小孩 不用擔心找不到好的保姆 找不到好的公共的拖映中心 來幫我們照顧 我們可以安心的在台灣生活 所以請下家 支持李彥榮 我是中山北 台北市中山跟北中山區的候選人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全國女性同胞站起來 謝謝彥榮